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大起大落之后 山东南岚在窗口期终于迎来了他们的主帅一中人龚鲁明 虽然名义上是球队的总教练 其实都知道龚鲁明才是山东南岚真正的主帅 与江苏南岚的比赛 这位名帅将会上演CBA首秀 然而山东南岚的情况却并不理想 丁业与航商病严重会长时间休息 而哈德森由于一些原因也确定缺席接木战 这对于山东南岚并不是好消息 但龚鲁明还是表达了拒绝输球的态度 按照山东南岚之前的计划 龚鲁明到队之后将会打造 以哈德森和丁业宇航为核心的阵容 然而先是丁业宇航意外受伤 并且将会确定缺席第二阶段比赛 随后哈德森又出现了问题 因为相关规则变动 哈德森在比赛当天才能够与山东南岚会合 龚鲁明已经决定不会让哈德森出场 毕竟他的状态肯定不会理想 万一受伤就得不偿失了 好在另外一名外援吉伦沃特可以出场 通过窗口期的训练来看 这位大外援比上赛季瘦了很多 龚鲁明也希望他能够跟上全队反击的速度 毕竟龚鲁明的执教风格就是防守加上快速反击 由于哈德森和丁业宇航都无法出场 那么高师妍和陈培东都必须在比赛中去提速 江苏南岚窗口期变化不大 但李南也希望球队能够有新的面貌 在中国南岚工作期间 李南与龚鲁明长期合作 本次在CBA赛场首次相遇 李南也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龚鲁明则需要去适应CBA赛场 哈德森和丁业宇航不在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陶汉林和吉伦沃特的组合 是山东南岚赢球的关键 直播提示 12月26号11点山东南岚VS江苏南岚央视体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